正式起跑我們的地震周 也為大家展現我們地震為新的精彩成果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啟動典禮 宣告為期一個禮拜的2018台北地震周活動正式起跑 今年市府規劃智慧地震創新服務 智慧生態示範社區和健全房市居住正義為主題 呈現過去四年的地震成果 台北市在任何一個地震事務所可以代辦 全國109個地震事務所的案件 地震局在整個團隊裡頭 我們負責讓房市的資訊能夠公開透明 交易能夠促進安全 然後我們的房地的價稅能夠共平合理 智慧雲端服務讓地震作業更便明 另外房市訊息透明化 也能保障民眾在買賣物的交易安全 而在社區規劃方面 新社區導入智慧生態系統 提升居住品質 對於舊社區像是社子島 柯文哲也強調必須克服萬難解決 因為在他任內不做 以後可能沒其他市長願意接手 我跟講社子島趁我在當市長趕快解決 所以好快我要笑一個處理 社子島如果真的僅僅48年 現在社子島上面只有給生動物沒有人類 可是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 所以這個還是要面對現實 去把它解決掉 除了市府一樓會有主題展覽 另外還有名人開獎和專業座談 要換民眾分享城市規劃概念 但就在活動結束 柯文哲進行參訪時 卻遭到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俊涵 舉標於闖入 抗議之前在公車上賭柯文哲 遭財罰拘留 隨即被晚安假禮 也成了活動的意外差距 台報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財寶報導